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运火车公路客运票价不再上浮政策落实到位 把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怀和温暖真正的落到实处 发展改革委高度肯定了广东采取经济手段贯彻落实政策的经验 广东通过出台减免春运期间省内客运车辆养路费 车辆通行费等办法减轻公路客运企业负担将超过5.5亿元 再关注下面一条 北京市委书记刘奇昨天表示已经对奥运进行了全过程的监督和审计 确保实现连结奥运 节俭奥运 还有中国特色的奥运会 日前广州市工商局公布了对广州市场流通环节 休闲服装专项质量监测结果 合格率仅为46% 爱格 史努比等多个深受女性青睐的品牌服装被查出有芳香安 芳香安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染料能够引起人体病变和诱发癌症 并且潜伏期可以长达20年 阿迪达斯 耐克 埃斯普雷 翁雷等一些品牌未减出问题 由于遭遇了暖中 广东 广西等地的辣椒丰收了 使得运输成本相对较高的海南的辣椒滞销了 不少海南农民忍痛将成熟的辣椒就倒掉了 春节期间 从除夕到正月初六 省内困难群众可以随时拨打96100热线 96100的热线来求助 各级的民众部门会确保每户困难群众有年货不受冻都能吃到饺子 此外 今年我省将提高城市低保护中分类救助的比例和救助的上幅标准 省内部分地区还把低保护家里有大学生的列为分类救助的对象 再说一下救助热线是96100 天气情况 今天沈阳市晴天 最高气温零下一度 最低零下12度 东北风转西南风是二到三级 不光沈阳 全省今天都要暖和一些 不过明天各地都会有小雪 而且北风也会刮起来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药文 接下来是早早报 周末观察 早早报 周末观察 广东百亿 终生再起 在刚刚过去的2006年 奇二药的假药事件 安徽华原药业的新服事件 这些我们都还心有余悸 而就在2007年一时 又一起关于药品安全的事件 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广东百亿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净助人免疫球蛋白 在临床应用中会导致患者出现饼干抗体阳性 上一周 全国都在围剿广东百亿的生功度过 人们再一次被药品安全问题刺伤了神经 1月22号 卫生部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 教廷至广东百亿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 净助人免疫球蛋白 原因是广东百亿药业生产的 净助人免疫球蛋白产品 在生产环节存在严重违规行为 在临床应用中会导致患者出现饼干抗体阳性 为保证公众用药的安全 1月24号卫生部发布紧急通知 要求各地卫生部门组织医疗机构 对使用过百亿问题药的患者进行逐一统计和登记 并进行与饼干相关的系列检测 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说这个净助人免疫球蛋白这种药 这种药的全称呢叫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 它主要用于原发性免疫缺陷病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子电 还有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 艾滋病等有关血液病的治疗 血液是流转全身的 在这样的药品上出现了问题 后果是不堪设想 随后有关部门对百亿药品事件的调查逐步推进 各项紧急应对的措施不断出台 各地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也在全力查封扣押设行产品 广东省药监局也已经组织调查组进驻了广东百亿进行调查 现在初步查明广东百亿药业有限公司 在生产净助人免疫球蛋白过程当中非法勾进原料 不能提供有效完整的生产记录和检验记录 套用正常生产批号上市销售 但是到目前为止 广东百亿生产的净助人免疫球蛋白这种药品 导致患者出现饼干抗体阳性 究竟是在生产中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还尚无顶论 广东百亿管理混乱 血缘采集严重违规 边通报诊顿边通过认证 质量安全监管便抑制空闻 敬请收看早早报周末观察 广东百亿紧钟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